住在加州的我们 这一年面对着数不清的社会动乱 让住在加州27区的我们真的喘不过气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值得被尊敬与赞叹的 为黑人下跪及赔偿的抗议活动 就是让亚裔群体未来帮激进专制主义者买单 我们买的单就是将亚裔群体幼稚化 还有削弱各族裔平等对待的Prop 16法案 在这一年我们终于亲眼目睹了 在激进与专制下隐藏了许久的社会问题 这一切现在就发生在我们的周遭 我是Johnny Nelbandian 我是一名美国宪法保守派人士 也是加州国会共和党第27区候选人 请为民主与言论自由的未来投我一票 谢谢 我是Johnny Nelbandian 我承认这个信息